2022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風連節 將在7月22號到24號 在花蓮縣立體育廠旁的德行大草坪熱鬧登場 連續三個夜晚三天的主題 24號在台北舉行記者會 期盼邀請全國的民眾不為疫情 一起來花蓮參加一年一度的盛會 花蓮部落頭目及勇士24日上午來到台北 向全國鄉親報信息 並邀請今年入圍金曲原名歌手的吳思愛 七首與舞團帶來今年大會舞 為花蓮縣原住民族聯合風連節活動揭開序幕 從花蓮來到台北來歡迎大家 7月22、23、24 歡迎大家來參加聯合風連節 禮拜二國南臨台北 我想這是花蓮的熱情 尤其是在各部落 我們透過中華電信 或者透過NCC以及透過園民會 我們在每一個部落都有 愛部落的Wi-Fi 所以讓我們的族人跟世界各地 甚至跟我們來自於花蓮 旅北與任何地方的子弟娃娃 都能夠暢通的視訊 但是線上有速度 線下有溫度 溫度就是來吧 來到花蓮一起相聚趕過 今年我們特別用花蓮 不同的地理位置來歡迎大家 第一頁是太鼓的 我們的瀉布蘭西之夜 第二頁是花蓮西之夜 第三頁是遠地的齊萊山 齊萊平原之夜 今年花蓮縣原住民主 聯合風年節將於7月22至24日 在花蓮縣立體育場旁的 新大草坪登場 今年主題分別為 修布蘭西之夜 花蓮西之夜 及齊萊平原之夜 屆時還有年度大會歌曲 一起相聚前人起跳大會舞 期盼邀請全國民眾 不為疫情來參加花蓮觀光盛會 記者長幫眼台北市報導